你敢相信吗 虽然胡彦斌的歌难唱 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 连最有希望的周深 都没能打破这一定律 原来之前林俊杰的挑战失败 真的不是为了玩梗啊 月光 这首歌三个字 要十五个弯 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 过情观 谁敢闯 之前虽然知道 胡彦斌的月光很难唱 但是没想到 他三个字是真转十五个弯呢 怪不得他到现在 都不敢再唱第二遍 这么高难度 比如说他怕翻车 我都怕他毁了我心中的白月光 所以当得知周深要翻唱这首歌时 因为知道他的唱功不舒服 远兵 而且两人的声切 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还是抱了很大希望的 我情过 谁敢闯 一开始还觉得 就算以后听不到 胡彦斌的现场版 有周深的能听也知足了 结果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 胡彦斌这个白月光太亮 导致听完周深的翻唱 居然没感觉有多心动 可能胡彦斌演唱的精髓 真的打败了高超的演唱技巧吧 但其实这并不是 《月光》这首歌第一次被翻唱 之前就有素人歌手 当着胡彦斌本人的面 翻唱过这首歌 虽然素人歌手给这首歌 融入了很多民族唱腔 中间还唱了一段民族方言 但是整首歌最让人感觉惊艳的 居然是胡彦斌 没关麦的跟唱 果然呐 原唱的杀伤力 永远是最强的 平耀的权拿走 一首把林俊杰唱到嘴嫖的歌曲 当时觉得他是在玩梗 现在看来应该是真的难唱 但也不是没人挑战成功 张亮颖跟李佳格都曾对这首歌 进行过翻唱 张亮颖还好 勉强能hold住 李佳格就明显有点吃力了 其实看这两个舞台的火爆程度就知道 这波翻唱 没能打败原唱呢 虽然胡彦斌凭借这首红颜暴火了多年 但是登台演唱的次数虚指可数 可不是粉丝不愿意听呢 而是这首歌难道 连胡彦斌本人都不敢轻易尝试唱现场办 虽然挑战翻唱这首歌的实力歌手也不是没有 只是没能火出圈而已 这一世一鸣 我不要 这春晚来红颜黑霞 这一世一鸣 我不要 这春晚来红颜黑霞 鸣男的唱功虽然很厉害 可惜的是他将歌曲的重点放在了唱高音而不是准音 所以听起来有种画错重点的感觉 到了金贵胜这边 虽然他的声音很有特色唱功也好 但其中他刻意做出的小改编 反而有种大舌天足的感觉 最后你觉得有哪位歌手能完美翻唱胡彦斌老师的歌呢 我会不会有哪位歌手能完美翻唱会